绣球扒鸡 这是一道温州创新菜 造型美观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原料有 嫩母鸡 鱼泥 银耳 配料有葱结 姜块 香菇丝 青红椒丝 调料有精盐 酱油 绍酒 湿淀粉 味精和白糖 我们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 将鸡从背脊上破开 先去掉腿骨 调丝了 用刀在几股上 用剁几刀 然后把鸡马放好抹上酱油 用剁几刀 把鸡放入五成热的油锅中炸 炸至金黄色时捞出 炸至金黄色时捞出 锅留底油放入葱结姜块煸出香味 再加入鸡汤 煸出香味 烹衣 香味 烹鸡 烹饪 把炸过的鸡倒入锅中卤制 将发好的银耳拌上调好味的鱼泥拌匀 做成锈球 一一做好 用青红胶丝香菇丝点缀 然后上笼蒸制 这时将锅中的鸡收汁 用湿淀粉勾芡 再淋上明油 出锅装入盘中 这时再将蒸熟的锈球取出 锅中放清汤 再加入精盐 味精 用湿淀粉勾芡 再淋凝油 浇在锈球上 把锈球围在鸡的四周 就可以了 这样这道锈球扒鸡 就已经做成了 制作这道菜的关键是 鸡必须卤制成枣红色 锈球要洁白 这道锈球扒鸡的特点是 红色的鸡 围上一圈彩色的锈球 十分的特点宽 彩诗 感谢观看